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自己打扮成胡适的转世灵童 有老先生对我们这个说法非常愤慨 等会我要讲的第二个原因 我们要重施胡适的原因 首先值得原因是我们最近几年对胡适的思想 有一个重新的审视 审视的前提条件有两个 第一是胡适所呼吁的新文化 在中国今天又遭到了官民双方有谋而合的抵抗 像传统文化 政治权利和社会思潮的共同回流 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道景观 而大陆新人家的蓬勃发展一方面发挥了恢复传统文化 复兴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 但另一方面呢 因为大陆新人家回避了当今中国发展的重大的政治问题 经济问题 社会问题 想以传统思想文化的问题来替代和掩盖 中国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而由于我们的80后90后是正好在1989年之后 出生之后 对于政治问题的回避 是被这个时代所推动 因此呢 大陆新人家的这样一个做法 赢得了比较广泛的反响 因而大家不愿而同的把今天中国的问题 化约为一个怎么恢复传统文化的问题 于是胡适先生的价值就出来了 加上今年是新文化运动整整100年 1915年 陈独秀 胡适 鲁迅 周作仁等一批新锐学者 开创新青年 大力呼吁中国要再造文明 而再造文明的内涵主要有两个 第一 要用科学来改造我们传统文化 对自然的不精确性认识 我们中国人对自然有天生的敏锐的把握能力 但通常我们是用极其概括的一句话 就把整个自然科学给囊括完了 于中有四大 道大 天大 地大 仁义大 人发地 地发天 天发道 道发自然 自然何为自然而然 你简直感觉不到到底啥是自然 为什么于中就四大 为什么不是五大 为什么又不是三大 这是不精确的洞察力的知识 洞察力上很关键 但我们对自然万事万物的精确认识 不是我们中国的传统 也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擅长 因为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候 一百年前陈多秀胡适他们大力呼吁 我们要用精确科学替代模糊认识 这对我们今天还被张物本的绿豆搞得癫狂的国家 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共产党高官都宁愿姓王林 也不姓马克思 对不对 王林就是神仙 当代神仙 连我们最高首长都要找他去算一挂 有这样的民族能领导世界吗 是吧 在一个高度相信阴谋论的国家 而缺乏整个民族的理性精神 我们有什么能力去领导世界 今天我们必须在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最重要的关头 从事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科学精神 我们如果在科学上没有创建 还吸收像儒家那样通过人伦修养解决一切问题 那简直我们就连一个古代国家的资格都没有 还不说现代国家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他们呼吁什么 要用民族政治来替代专制政治 今天大陆新儒家要改写中国历史 说中国历史不是专制 儒家政治整个就是个人意道德政治 就是个王道政治 但是我不客气地讲 这是胡说八道 因为我比大陆大多数人都更有资格来谈论中国哲学 因为我是学中国哲学出生的 二十年前我做的博士论文 就是早期儒家研究 现在我们大陆新儒家这一批人 除了成名一个人跟我是同专业 其他人当时根本儒家为何物都不知道 对吧 他们是把儒家文献上的政治 当做中国的真实政治 来给我们推销 中国的真实政治当然就是皇权专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城 这句话你都背不出来 你还谈中国政治 以王权 来开始了中国的选官制度 科举考是谁主导的 公平 从乡市 电市 最后 会市到电市 皇帝亲自考官选官 你连这个专断你都不承认 你简直两眼一摸黑 又打胡乱说 因此我们同样要再一次去对接 由陈独秀胡思他们当初以新文化为阵地 要求建立现代民主 而且今天中国太关键了 我们的GDP达到购买力的世界第一 总量的世界第二 但是民主离我们还非常遥远 各位 今天反而我们中国人很逍遥的说 我们不搞民主 要搞民主 我们也搞中国式的民主 既然有中国式民主 有西方式民主 那么民主有共享的词汇在这里 它总有一些实质上的一致性 你不要说中国式民主 好像中国就民辈做主 那就是中国式民主 西方就是人民做主 那就叫西式民主 那这个简直就有点开玩笑了 因为今天我们说来重思胡思的最直接的理由 不只是说我们编了一本书 当然大家如果愿意去读这个书 愿意去买这个书 那我更兴奋 但是更重要的是啥呢 我们是公共理由 公共理由 中国发展到今天 要把一百年前就确立的新文化的目标坐实下来 你想想是多么艰难 所以上海北京其实没有动作 是不是因为今天管得太严了 北京没动作 上海已经 节年召开了两次新文化运动的百年讨论会 六月份我会去参加第三次讨论会 但是我的基本取向跟前两次的人大不一样 是吧 我的论文题目就叫做 认同现代自然 为什么中国确立不起新文化的主流地位 所以说我们今天晚上要通过胡适先生来回答的一个问题 除外这个直接的原因 我们要进一步去叹息胡适先生之所以今天值得纪念的第二个原因 当然就是思想文化意义上的 第一我们说不要回避现实问题 新文化运动胡适先生和陈独秀他们是绝对主力 引进了民主与科学 因此他们要去窃进中国社会的变化 推进文明的再造 这是一个总体变化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呢 思想文化的理由就是我们从何去再造文明 今天大陆的新族家当然也是在试图再造文明 但他们是回到古典来再造文明 这就是当代文明格格不入 是吧 你要再造文明首先一个你要去理解传统 而这一点胡适先生所倡导的整理国故 是非常关键的 是吧 今天我们大多数连汉字都不认识啊 就在成为新儒家大师 这就是真正的国学大师杨树达先生批评的 先要认字 我不客气的说 一批号称儒家的人 写出来的汉字基本上是糟蹋汉字啊 因为又是网络时代 尤其我们八年后九年后哈 你说你喜欢国学喜欢啥 你看一要你动笔写几个字啊 惊得我一屁股坐到地下去了 歪歪扭扭 汉字都立不顺的 汉字之美 我们作为中国人绝对是自豪的 是吧 在这一点上我又可以自吹一下 我当年可是中山大学书发社的社长 是吧 很多人说你现在是自由派 我们儒家不承认你 我说不需要你承认我 反过来要我承不承认你 你给我写两个像样的字 我都承认你了 是吧 你不相信你去找他签字试试 有些大陆新儒家名流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理解传统女神 我们是共同尊重传统的 不等于说胡思先生整理国库 很多人就骂他 所以说胡思先生数典忘祖 是吧 传统的叛徒 我说你有什么资格骂呀 胡思花四十年整理水晶柱 那种整理古籍的功夫 你今天大陆找得出来第二个人吗 找不出来的 所以说完全就是那些信口雌黄 对胡思先生碰谈 这是不行的 我们民主能够拿得出手的思想家 是吧 值得我们去纪念的人物 客观的讲不多 百多年的党争 一直处在一个政党意识形态 振住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 缺少我们今天所说的 自由的整个民主 中华民主的民主的气候 我们从这胡思最关键是什么 就是根本上解放自汉以后 黄泉专制所导致的民主的精神的摔腿 是吧 汉代立经学嘛 摄武经博士嘛 今天大陆不治也号称 大陆新主教号称 他们要重建经学传统 经学是什么嘛 就是一种政治学传统 所以我一个批评大陆新主教的长篇演讲 我但还没来得及把它改成文章 但是战略与管理已经发表了 我说经与经典 复兴儒学的经学史学和哲学之土 实际上就是什么 政治学哲学和史学 对不对 你要解决的问题 既有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 也有人物质世界的问题 所以物质世界不是指我们吃饭穿衣 而是指我们去进行物质生活生产的 制度安排 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文化和文明再造 对吧 而不是我们拿了儒家几个概念 再来挥舞来挥舞去 然后像蒋庆先生设计一个 同儒院 国体院 庶民院 把人家的政教合一和上下院制度 不分青红道百一捏 就成了儒家三院制 很多人还说他是65年来唯一的思想家 我这啥思想 我一看就裁穿你了 搞同儒院 就政教合一 教师 在国王之上 对不对 儒德 在国王之上 搞所谓国体院和庶民院就是人家的贵族院和平民院嘛 上一院下一院嘛 残一院众一院嘛 你只能把他中世纪的政教合一一和 在国再加现在两院制三院 而且三院通过重大决策还要高度一致 这全是开玩笑了 各位都知道 为什么大多数国家只搞一院制呢 一院制要达到制度上运作的共识都非常困难 所以最多人要是搞两院制 你给我搞个三院制 大家都是有常识的 做一个事情只要上了三个人 很难协调 两个人 哥们儿 你让一点行不 以下大家成了 来一个我跟你也不是哥们 跟他也不是哥们 你要摆平我 完了 对吧 但是我们对于形象的说法叫做三者为重 它就是一个社会性行动 所以想当愿于三院制 然后儒家小圈子自己在自我欢呼 这是多么重要百年来的中国儒家政治思想 我一看大牙都笑的满地蹦 拆解开来一下就知道了 你不去拆解开来你确实容易被他迷惑 所以我们承认要有思想文化的重视程度 这一点上我们跟大陆新书家是有共识的 但是进路不一样 我们是总体文明感 复杂文明感 他是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 所以刚才有朋友来跟我交流 我就说实际上大陆新书家走的就是 二世纪八十年代的道路 只不换了一种语言表述方式 对吧 因为二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都在幻想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 思想文化怎么可能完全解决问题 是吧 这是一个契机 我们做深层分析 那第二个契机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现代思想 总是被政治云则物照 哇 晚清开始中国人相互仇恨 是吧 清政权自己不自信 以五百万人统治四亿汉族人 不自信 汉族精英已经进入到了政治高层 结果皇族内阁基本上把汉族人赶出了内阁 所以晚清的倒台是活该 干啥 权力自私 说到的一个长之久安的权力 就是要分享权力 晚清你不愿意分享权力吗 所以今天还有清粉 是吧 下来还有果粉 我认为都是高度的表出情 国民党也同样如此 当年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到重庆跟蒋介石一谈判之后 毛泽东回去的准备在南京买房子了 就像我们在一个城市职场啊 就既然我们国共是吧 合作了和平了分享权力了 我毛泽东我到南京买个房子住住 老是住窑洞肯定是不过瘾的吧 结果蒋介石也不愿意分享权力 所以你现在你那么偏好国民党实际 你做果粉就像你做清粉一样 基本上都是反历史的态度 今天共产党又走到这一步了 给我们经济上是分权了 让我们民众手里有点钱的 虽然分配很不均衡 但是总的说来我们得承认 共产党改善了我们的物质处境 使中国告别了贫困走向了小康 这一点怎么肯定共产党都不过分 不要因为你说你讨厌共产党 你把啥眉毛胡子一把抓都扔到太平洋 这个也不符合理性的态度 但是今天我们走到另外一个十字路口了 经济权利分享了 让我们吃饱喝足了 我们不是一头猪 我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因此我们今天要分享社会权利 要分享政治权利 那么今天就考验我们共产党 下一步你改革能不能走这个 不能走这个 你等于就会有重蹈晚清和国民党负责的可能 今天中国一决心了 大家都分享权利 对吧 首先你党内你要分享权利 你看党内现在斗争那么激烈 从陈希同一直到薄熙来 现在到周永康 其实就是一个党内分权的问题 是吧 你要当我就不能当 对吧 那就是不服 权利就是不服 而且对社会来说 你一个党执政 你怎么让全社会的其他非党精英 也能够分享权利 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呢 从国民党 晚清国民党到共产党 今天最严重的问题对分权来说 并不是面对权利的分享 因为权利分享没开始呢 所以高兴和悲伤都没用 首先是面对分权的理念 三个政治体的领袖们 都断然拒绝 而且心怀仇恨 就你今天来跟他谈个胡适啊 大陆从披胡适运动到今天 都有战斗精神非常之强烈的脑格力 痛死你 你居然还研究胡适 你什么意图 一问的你 你真的不敢这么回答 你说没意图 不可能没意图 那你为什么不研究其他的人呢 哎呀我里面 经常我们一看到这个疑问 你觉得没办法 但是八九岁的老革命呢 他也是有善良的动机 觉得共产党才能唯一的保障中国的秩序 虽然骂我 我是不愿意反过来攻击他的 但是这样一种理念就是在胡适研究 胡适他们当年所概括的再造文明之梦 今天还是个中国梦 我们国内的胡适专家 除了老一代的耿云志 新生代有欧阳哲生 北大利时期教授 同样有罗志田也是北大利时期教授 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胡适 相对容易一点 但二十多年前 是吧 将近二十年前 是吧 1996年 当罗志田从普林斯顿大学 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到国内 写的第一本书就是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 最近他就讲了一个小故事 当时四川历史学会的会长 就是川大历史系的教授 实际上告诉罗志田 你这本书写的很有水平 我准备给你评 四川人文社会科学奖一等奖 你对个刚刚回来的留学生 是大受鼓舞啊 各位要知道 哪一个省政府的一等奖 对它的发展是多么重要 尤其在地方社会 对吧 结果 在评审的时候 这个教授就告诉罗志田 有关领导打了招呼 胡适研究著作 怎么能参加我党的优秀著作评审呢 还没开评给他枪毙了 哎呀 所以罗志田一下像坐了过山车一样啊 刚刚还在一等奖的狂喜之中 结果一下掉了冰库里去了 评的资格都不给他 你就可以看到在中国要去从事胡适的巨大的难度 到了今天也是如此 我们出了这本书 国内有老革命 八十好几的老革命 也出来批评 明明我们就是调侃 一开篇我也调侃了 人家说你胡适1962年44 你们1962年出生 你们在2012年纪念这个会 就是胡适的转世灵童 我们说这个就是个玩笑 我们把玩笑写出来 老先生批评我们啊 很严厉的 他们居然说自己是胡适的转世灵童 你以为我们是藏传佛教啊 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中国 你看谈论胡适 连幽默都不允许 是吧 你说我成了转世灵童 那我明天就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去 当院长 对吧 这个是开玩笑的说法嘛 所以直到今天你研究胡适 也还有斗争精神 十分旺盛的老革命来反对 但我们为什么要从事胡适 因为从政治上来说 从文明上来说 再造文明之梦 从政治上来说 胡适强调的核心是 宽容 自由发展 自由发展 但容忍比自由还重要 今天对于我们这个高度分裂的中国社会来说 从官方到民间都应该去 共同建立一种相互容忍的制度 不要再剑拔鲁张 不要再相互对抗 一个国家已经对抗了一百多年了 你还觉得不过瘾吗 尤其我奉劝我们的左派朋友们 你为什么总而撕裂这个社会 你才觉得过瘾呢 同时我也请求我们共产党领导 你自己要清楚你是执政党 你撕裂社会的后果是你承担 你的执政地位会受到影响 对吧 你让社会宁静下来 你的统治不是更可以长久吗 还这个简单的政治学常识问题 我们的很多领导和高级学者们都想不通 尤其左派朋友们想不通 所以我有时候不得不很损人的想一下 是不是他们的智力出了什么问题 对吧 你说你不执政 你当然撕裂社会你有好处 对吧 撕裂社会我拿一桶浆糊来给你站起来 这个社会就该我来执掌 对吧 执政者没有人愿意撕裂社会的 所以胡总书记是很聪明很狡猾的 干啥呀 建立和谐社会嘛 对吧 结果你看我们这两个这个斗争精神啊 几乎重回文革 啊 逮个欧伯 哇 那把他攻击得不得了啊 再逮个毕福建 哇 全国人民好像都过第二个春节 你说你啥劲头啊 你哪像建立了一个和平秩序65年以上的国家 和平秩序里头人不需要 那么亢奋 那么激烈 啊 当然我要检讨了 我讲话就 文革的特点 啊 但是我没有文革的价值 对吧 这一点大家放心 原因在哪里呢 我没办法 我是被毛主义塑造出来的 哈 我小学三年级开始拿着大喇叭到街上练广播 这是你们没有的经历啊 所以80后90后容易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他以为左就是可爱好玩 让你真玩一玩你就后悔了 是吧 所以我讲话的激烈态度 并不掩盖我十分温和的政治立场 啊 这个是不能不到白的哈 各位 否则你看我这个讲话的姿态好像就很霸道的样子 其实不是哈 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个问题呢 我们就交代完毕了 为什么要从事胡适 关键还不在于要不要从事胡适 要从事胡适的直接理由 间接理由 生存 生存理由 我们都讲了 更关键的问题是当我们设定 从事胡适乃是一个今天中国解决思想文明文化文明再造和整个社会政治问题国家建构问题方案 在所必定不能回避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从事胡适 这才是关键问题 因此我们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是 不是要不要从事胡适 而是如何从事胡适 是吧 那么这个问题要回答 我们分析的第二个大问题要回答的话 我们把它切开两个 录像 第一 我们怎么去 校正从事胡适的态度 第二 以胡适的思想脉络 去重新建立 胡适所期盼的 现代中国的那个方案 然后来进入一个 思想市场的竞争 看胡适这个方案 跟现代新入学的方案 跟马克思主义左派的方案 不是指我们的领导 是指学者 马克思左派学者 他们的方案 和其他保守主义的方案 究竟哪个更值得期待 胡适之所以就有顽强生命力 就是在第二个方面 因为他的方案 招视着一个古老文明的现代新生 胡适从来不坚决反对传统 对传统的亲和感和亲身整理国故的实践 都是一般所谓好古而不求圣洁的人 无法比拟的 当然我不客气的说也是 大陆的新入家 无法在古典修养功夫上跟胡适比拟的 这一帮人基本到了三四岁 十五十岁来急匆匆的选择自己价值立场的时候 就把儒家当这个棍子到处乱舞 而胡适是师叔出身 接受了传统盟学教育 从小就能够把我们的古典文献囊囊上口 倒背如流 然后到了少年早期 家里送到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 接受了现代的中等教育 然后再被迫流血 到了美国 进入了最好的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虽然答辩的时候他的导师杜维 已经被他的先秦明学士搞晕菜了 所以就没有授予他博士学位 所以胡适一辈子的博士学位成为一段胡适研究的公案 是吧 因为后来是胡适在中国报得大名啊 杜维喜出望外 然后他又把杜维农到中国来一访问 大江南北无比热闹 回去 你来办学位 所以胡适最终得到学位是比较晚的 因为当年有些中国的留学生说老实话 留学就像我们今天的留学生一样 除了理工科耍不到滑头 文科的留学生80%以上都是耍滑头的人 都叫做萌生性留学 干啥 跑到西方去做中国问题 西方人哪搞得清楚的 所以莫名其妙就把学位授给他了 而你跑回中国来才做西方 有他外语又好 又搞得我们无所思从 所以我在我写的这个建国之后 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里头 我说非常不客气地批评了这帮功利主义的留学思维 留学生也是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 是吧 说你有什么资格批啊 你个土鳖 是吧 我是中国学位获得者 我后来坦诚地告诉他们 我说你们留学生啊 新高气傲 所以留学死了你们从来不研究 早期留学是研究最有名的 从民国移植到共和国早期 人民共和国早期 叫苏星成 如果我们北市大 你学点教育学就知道 可是我们是折射学员为主 是吧 还不知道 那么现在研究留学史最有名的是什么呢 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李锡索教授 一辈子搞留学史 是吧 他和他学生编了数十本留学史的专题著作 我说呢 就是土鳖 因为仰慕你们 那研究一下 其他人呢都赞扬你们 留学多么伟大 多么崇高 多么要不完 多么了不起 但是我人间掏的心地阴暗 是吧 就专门看到你们留学生的不足 但是我说呢 前边叫表扬的重视 我的研究叫批评的重视 你们习惯了表扬的重视 你们拒绝接受任何批评 就证明你们根本没有接受到 现代知识教育的宽容和自由的教育 你给我留啥 你到处都做权威 一不六成毛主席培养的这一代人 最不幸的就是权威 是吧 他就呼吁权威 我一定要告诫大家 那都是假的 五零后六零后的学者跟你说毛主席多么权威 那都是假的 你不要相信他 这把人都没任何信念的 啊 你们不知道我是其中一员 我叫自我批判 他们叫自我肯定 都是自我意识 但是正好相反 因此我们再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来校正一下 从事胡思的姿态 有哪几个姿态必须要校正呢 第一 免出高度的政治紧张 哎呀 直到今天胡思的研究都没有脱名啊 是吧 所以一说呢 又是在恭维美国啊 现在我们中国人最愤怒的 尤其90后的同学 最愤怒的一说就是美国啊 月亮都比我们圆了 你说美国好干啥 我们不好 我们好得很 是吧 不是这个意思 是吧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 你看格兰特将军和李将军 南北的两位打仗的将军 市场上啥的血红血海啊 一方牺牲了三十万人 一方面牺牲了三十六万人 你想想当时美国人口才多少啊 惨重损失啊 北军议获得胜利 北军将领格兰特 主动的南军将领李将军 握手言和 而这两个人现在就进入了美国的先线池 你看我们国共两党打了几十年下来啊 现在还一简的分外眼红啊 这一次我们国内我们党 说老实话还是明智的啊 我们党是在中国共产党立场所的我们党 是吧 这是一个公认的用语 不等于说是恭维 党这是要脱敏 已经把蒋介石成为中华民国总统 哇 你看那网上的左派 把我们的官方发的文件抹得狗血淋头啊 你这个中华民族连 你内部的民族和解都实现不了 还这么高度的紧张 成为一时的敌人 就变成永久的敌人 你这是这个民族的政治智慧第一下的表现 你只知道对抗你不知道 妥协 啊 这个中国的斯特老师主义者是其中最大罪过之一 今天还在宣传毛泽东 政治就是辨认敌我 啊 我们就要以毛泽东自己的话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因为你一个政治永远辨认敌我 政治怎么展开合作啊 啊 兄弟姐妹们 所以政治一定有敌对 敌对之后一定要合作 我们的宋敏理学家就已经有这种政治智慧吗 啊 有物 实有对 有对 必有仇 仇必 合而解 对不对 哎 这才是叫做政治啊 各位 你说话分敌我 方分敌我 完了之后我们就对抗啊 啊 我们就中国人杀中国人啊 然后我们中国人还去领导世界啊 一开玩笑 你自己的人还没杀完呢 你领导人家 但等你杀完了 就没人不到你领导世界了 你就没有人了 是吧 所以今天我就觉得我们还抱住那个革命文化不放 一天到晚宣传解放军杀掉了多少个国民党 你在争夺政权的时候是必要的 你就是当政65年了嘛 你还杀得眼红 所以今天啊 昨天我们的李克强总理打巴伯问啊 是吧 金融时报都强调嘛 巴伯就问你 人家老是说你这么抗战都70年了 你还揪住日本不放呢 他说我们不是揪住日本不放 而是有历史态度而已 对吧 除开这个 你现在在处理中日关系的时候 你也不能够说我们敌对过老子 永远就是敌人 政治的秘密是啥 大家都知道 一句话 没有永远的敌人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哎 当然这个中国的失派又流气冲天了 啊 所以你们就谈的是比赎的政治 我们要的是高尚的政治 但是我们要很诚恳的告诉失派 政治从来就不高尚 你要追求高尚的政治 你就只能匍匐在一个伟大英明的圣王面前 你就不是人了 因为我们这一代是匍匐在毛泽东面前的 对吧 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们面对胡适呢 要放下那种政治上的强烈的抵我的对抗情绪 因为原来胡适确实我们也得承认他敌视共产党 而且尤其是伤了我们共产党的面子 我们的共产党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很要面子 为什么要面子 因为当年国共两党都在北京抢这个文化界的名流 党也通过N多人去说服胡适 胡适态度非常明确 不跟你们打交道 即使他到了海外 他还动员后来成为我们北师大历史级主任 原来是辅仁大学历史级主任 他的老朋友著名史学家陈源 还在香港报纸发文章 他在香港报纸可以自由送大陆和台湾的 对吧 所以是个桥梁 还呼吁胡适先生你回来 现在人民解放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你是不回来 更待何时回 胡适还说不回来 其实这个有点伤党的面子 如果胡适先生地下有职 或者胡适先生一下复活了 或者我们跨越时代跟他对话 我也要劝他 你回来嘛 倒霉倒一点 但是现在我们要去研究你方便嘛 你不回来 我们现在研究你变成认同敌人了 所以老革命批判我们从事胡适 哎呦 那个阶级党的面孔比文革拿的还正呢 我就觉得好笑 幸好我党现在也不受极左思维的影响 这一点我们也恭维一下习俊平 是吧 他想超越左右 当然非常艰难 他想超越左右 所以极左人说的话呢 中央也不会听的 是吧 所以他毫无社会影响 是吧 这第一个我们要拿正的姿态 第二呢 我们要拿正的姿态就是文化姿态 中华文明的再造 已经是从天下体系到世界社会不得不承诺的核心命体 因而千万不要把胡适先生割裂为两个胡适 割裂为哪两个胡适呢 迪士传统的胡适和全盘西化的胡适 胡适确实讲过全盘西化 对吧 但全盘西化的发明权并不归属于胡适 而是归属于岭南大学的华人校长陈旭金 胡适觉得这个题法好 赞同了一下 但胡适马上就觉得这个口号有问题 因为胡适把它修正为要充分世界化 但是我们这个中国人呢 基问题基得很准的 你充分世界化 因为你原来讲过全盘西化 你的充分世界化就是全盘西化的另一种东西 这种表达 是这个中国人有时候可怕 你想修正一下你的看法 让他温和都不行 你原来说过的 你现在不认了是不是 这个中国人这个人真是暴力的很啊 各位啊 不仅在政治上各个人当了大官很专制 而且在文化上也如此 你说过的东西你就不能修正 一修正的话 第一他唾弃你的为人 第二也就唾弃你的为学 因为中国人做人和做学问必须高度一致 对吧 这个是一种捆绑啊 绑架啊 所以我们重拾胡适的时候 要搞清楚胡适有两个侧面 确实 早期在宣告新文化进入一个木气层层的 为专制政治所捆绑的现代社会场域的时候 他是说过一些极烈的话 但这极烈的话是不是就是我们评价它的最重要的根据呢 不是 原因在哪里呢 这些极烈的话已经交付给那个极烈对峙的时代 有时代打上了句号 因而我们今天不必要去唤醒他 我们今天之所以从事胡适的最重要的理由 是要唤醒那些胡适超越于他那个时代 而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 使得两个时代富有契合的那些现代鲜活思想 这是我们拿正了的一个文化态度 老揪住人家不放 你揪住人家不放的话 你以后也是个蠢货 我揪住你不放 是吧 那每个时代我们还有什么留得住的思想呢 是吧 所以政治上要放弃敌我思维 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局上 站在中国复兴之梦的高度上 站在中华民族文化能够崇光于世界的特定视角 来看胡适先生超越于他那个时代说的过激的话 而且今天还有效用的一些具有指引文化前行的 那些思想文化主张 那些思想文化主张 那么第三个当然我们就说 对任何大的历史性思想人物的评价 在具体选择评价的进度和迟早的时候 移出不移戏 移出不移戏 所以移出不移戏是指了什么呢 我们不要去纠缠一个历史性大人物 他具体的贡献跟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趣味 是不是高度一致 比如你看胡适全记现在有44卷 80%以上 他的文章没有一个注视 今天我们中国的编辑 尤其杂志的编辑 这个学术趣味是比较低级趣味的 你拿着你的文章上看 怎么没有角注呢 怎么没有说明性注视呢 怎么没有英文呢 所以中国人写篇文章 拼的老命都要赢两个英文 好 这样表面 你看看我站在世界前沿 因而我们1989年之后 到今天我们的学术是被形式性要件所捆绑 因而今天很多评论胡适的学者 尤其是新苏家和极端保守主义右翼 像我们诗学家几个 我们就不点名了 对事不对人 现在站在最前沿 这三年书店 除了N多重书的 不用点名大家也都知道 他们懂点希腊文拉丁文 那个把全中国人民都搞癫狂了 因为我们都不认识 一见诚我们就不会说话了 连他的学生来听了我的课 都这么傲慢的对我说 你懂希腊语吗 反正就叫古希腊 我说我不懂 但是我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我说他反过来你连我的政治学都不懂 你跑到我这来听什么课 你脸厚 这个就变成了对等的指责了 对不对 庄周都已经告诉我们 生儿有牙 而知也无牙 亦有牙 亦有牙 所以无牙 代以 一个人怎么可能成为白科全书 即使成为白科全书也还有知识盲点 有知识盲点的人他就不足以探讨某种知识 请问 我们怎么样去进行知识探求呢 你知识上也得要有宽容心理 你看到你也有盲点 你哪怕知识丰富得不得了 你也有盲点 我是知识贫乏 但是我在我的专业领域的时候我就胜过你 因而胡适先生在这一点上确实不符合今天中国学术界的形式化趣味 我把今天的汉语学术叫做僵尸学术 形式要件非常完备 说什么搞不清楚 而其中一个也是胡适他们的罪过 因为提倡白话文所以就反对文言文 本来胡适先生自己的态度在文化的新文化上是比较开明的 他是说我们就提倡白话文 但是我们并不反对那些老先生 他们富有传统修养 文言文写得非常漂亮 虽然文言文是这种特权 但他们已经掌握这种技能 不要让他实传 真正态度激烈的是谁呢 是陈独秀 陈独秀就回答胡适 就是说你这家伙祸悉你 不行 在我们今天思想文化的探索上是可以百家证明的 但唯独在提倡白话文上 我们是唯一正确的 其他人都不对 结果呢 汉语学术的趣味就形成了我说的深入浅出修持术的全面胜利 就是你一定要深入浅出 老少嫌疑 如花似玉之笔 读起来像美散文 你看今天中国时髦的学者都是写散文的名家 每两个有分析能力的 越时髦的学者也是学散文 没有人愿意真正用康德所说的学理性语言来表达 当年康德写作业备受指责啊 康德说我不是不会写这种语言 康德大家知道他从来没有出过哥尼斯堡 但是他讲地理课啊 一千人的教师都做得满满当当 所以他的想象力是超一流的 而他讲哲学课 大家知道他是哲学教授 大哲学家 最悲壮的时候课堂上只有一个学生 因为他在这种压力之下 人家说你充数一点嘛 你一懂一点嘛 大家抢着买嘛 康德说对不起 我思考的是哲学问题 因为我必须要用思辨性语言来对待我的命题 而不能如此轻松的跟你写学术散文 但新文化其中一个罪过就是 牺牲了中国的精英语言 所以汉语到今天 哪一部著作能够拿到国际社会上去 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 而是你这本著作 在整个汉语之外的其他语众的学者论里 毫无精神起敌 这不需要翻译你的 翻译的最多就是你态度 比如我翻译我们王辉先生的著作 大家是新著派 不得了啊 我们王辉的著作是哈佛大学出版就出版了 两卷本而且是 那是因为啥嘛 西方人傻瓜蛋 我很瞧不起西方学术界的 不要以为 是吧 他们是一个自由社会 你在中国讲自由 他觉得你超不过我 不料理 但是你一讲跟他们不一样的左派观点 哎 他把你奉若神明 所以王辉接着到今天 每年都有半年在国外讲学 但是西方肯定不会要我去讲学 是吧 你说的那我们都有 是吧 几百年传统了 你能讲出啥 所以国内也在轻松的说 自由派没有学历创造 看我自由派啥东西啊 所以我有事吵起来我会冒火 我用我的文章里面看两篇你都在批评 是吧 所以我们对胡适先生也是这样 不要在形式上去苛求 所以我今天一个是推荐我们自己编这个书了 这个叫做三个自信 另外一个呢 我们就是法律出版社出了 台湾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主任 潘光泽编的 如人与之有胡适读本 这个读本编的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看这里头文章 基本上一个注视都没有 但是偏偏谈的是当今中国啊 不是胡适那个中国啊 不是民国 当今中国 我偏偏是当今中国的重大问题 你觉得今天中国的容忍程度高吗 不高啊 一谈问题就唯独是我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就认为自己谈绝对真理 所以我在人大教书的时候特别劝告我的研究生 他说我是绝对真理 但是我可以攻下身来跟你对话 保持谦和 我说不可能 只要你认为掌握了绝对真理 你的谦工都是伪装 谁都不可能掌握绝对真理 因而你必须容忍 必须容忍 人家跟你想法不一样 生活风格不一样 你不要一看不惯你的东西 你就想把它灭了 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 一看不惯就想把它灭了 你看中国的网民在网络上都这个德性 无论左右 是吧 无论社会等级 一看不惯他就要潮水般的东西用来把它灭了 所以胡思亦人这些东西超越时代的东西 他远远比你形式上的僵尸论文好得多啊 你出写五百个字有五万个字的注实 你那叫做僵尸论文 对吧 好了 我们第二大问题 第一个方面算交代了吗 有三个教证 那我们就落到胡思先生来了 从事胡思核心还是胡思 尽管我们这个核心并不准备纠缠了太久 否则那就变成了胡思思想介绍 就不是从事胡思了 从事胡思思的主体是我们 而不是胡思 但我们敬重胡思的一些想法 因而才去从事它 否则不净重它 我们从事它干啥呢 对一个现实没有影响的人 我们去从事它 除了我们为了混硕士博士学位 要做论文 没有办法找个偏门 答辩了三个导师都不知道 一下通过了 那是可以的 换言之什么 纯粹知识兴趣是可以的 但我们强调我们今天是知识兴趣和社会政治兴趣兼得的一个人物的分析 因而我们说从事胡思 起码胡思先生提倡的四个东西 对今天中国来说都非常重要 换言之就是我们从事胡思思想的四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 我们要讲的是啥呢 就切近于我们今年的促进 今年是要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年 是吧 奇怪的是中国人没有感觉了 大家都在大谈文化 但是对新文化没感觉 都被大陆新入家搞蜂蜜搞癫狂了 是吧 我都感到惊叹的是人大国训院开个理学培训班 我们的90后95后而已 那个下跪的自然程度啊 我惊叹 公俊一定要下跪吗 各位 你大陆新入家你在干什么 我们的公益史文是内心上的嘛 理业是形式上的嘛 为什么一定要下跪呢 而你下跪还是啥 老师坐在那里 来来来拜 你是个啥 你是个帝王啊 你专着帝王感觉啊 我都不觉得那些坐在上面的导师怎么好意思 不要脸 只能这么骂的 是吧 你有羞耻心 你不会让你的学生给你下跪啊 我们对一种价值 仁义理智性 对一种做派人政 政治制度安排 要怀有恭敬之心 不等于说 我们一定要你屈袭 屈袭首先就是人格的侮辱 而胡适先生 恰恰在第一大主题里头 就是我们要有一种什么样的新文化 让我们很深入 很认真 很理性 当然也很沉痛的去思考 为什么我们的新文化建立一百年 那么容易向下跪文化倒退 下跪文化为什么糟糕 就是因为它是种权力文化 崇拜的是power 胡适当年特别强调 我们的新文化首先在于要什么呢 我们不要虚稳的 要平实的 不要贵族的 要平民的 或者概括八点嘛 是吧 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要贵族的 要大众的 对吧 我们要直接抒情的 而不要虚假交识的 你说今天这个重要 很重要啊 我们汉族人讲凡文如解 甚于我们对文明本质的追究 直胜文则也 文胜之则之 孔老夫子教导我们的东西 文字彬彬才是最关键的 是吧 换言之文 文明文化的实质性结构和形式性结构的相得益章 是胡适他们当年所强调的核心问题 所以新青年时代 胡适就特别强调 对比我们所要的新文化而言 是吧 第一 我们不要意识形态化 这就是胡适先生的名著 1917年的名著 叫多研究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 可惜百年后我们中国人还是在争夺意识形态的主义主导权 整个国家制定任何概念和政策 都说什么主义的什么什么 对吧 比如我们新近的核心价值观的表达 对吧 本来24个字嘛 大多数都是人类共同价值观嘛 为什么你一定要说个主义呢 对吧 你对主义有那么旺盛的热情干啥呢 你的主义就是你的主义嘛 你的主义还有别人的主义嘛 那对别人的主义它就不是核心价值了 核心价值之核心就在于超越主义而解决了什么 人们在价值上的共同向心力 中国今天为什么需要核心价值 就在于不论你的价值主张 不论你的主义偏好 不论你的阶级集团组织地位 不论你的个人教育背景 无论你的发展状况 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处境 这些基本价值使你可以认同 我们都是一个平等的中国人 在胡适先生看来 中国人对主义的热情换成今天的话说 中国人对意识形态化的热情 妨碍了我们去真正看到 我们中国人在社会文化建设和传统遗产清理上 所面对的问题 而胡适人告诫我们 所有谈论主义的话题是最轻松的 你跟我谈啥 我就把主义的那几个东西给你倒背如流 是吧 我20岁大学毕业21岁开始教电视大学 当年电视大学都是给我们现在60来岁这帮人补文凭的 年龄都比我大20岁 我一周世界课 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从来不备课的 当时就谈恋爱 通宵不睡 早上7点钟走路一个小时 大家知道四川潘子化这个交通是很不方便的一个岗城 是城市分七个山头 我从一个山头走到另一个山头一个小时 走到正好8点钟开始上课 我讲4个小时也不用看一个字 最后那四十多岁的人很惊奇 就说你怎么这么厉害 我们怎么背不下来 你怎么还不看你四个小时就哔哩啪啪就讲出来了 而且没错 我说你就不知道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那几条 你把它一背完 还能发挥起来太容易了 世界是物质的 物质是第一性的 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是第二性的 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反着于物质 物质是运动 运动是有规律 规律是可以认识的 认识体现为三大规律 你看一背下来 变成维尤主义背完了 然后再把它换成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再背一遍 历史维尤主义又完了 我说你们就没了解 主义的话语就在于什么 简洁明了 朗朗上口 容易吸引大众 所以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来 马上就把各种主义挤到一边去了 有的人说是因为跟儒家合拍 不止如此 而是马克思主义最精确的地方就在于 他要让哲学武装大众 哲学本来你大众远得不得了 是吧 几个概念只听得你悬晕 但他强了啥 以往的哲学重在认识世界 而我们是改造世界 你这一听 浑身你都运动起来了 特别强调群众是发现阶级的阶级要成立政党 政党是需要领袖的 是吧 所以无产阶级的政党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 领袖都是决定性的 不离无产阶级 就是无产阶级自己是决定性的 但无产阶级是政党 米歇尔是写的寡头统治铁律 他是研究什么政党说寡头统治 就研究的是社会党和共产党 是吧 他比一般的其他党派还更厉害 是吧 所以主义的话语在胡志贤先生看来太简单太草率 但他第二个特别强调 在恢复我们社会文化活力的时候 要看到主义的话语其实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他除了政治的政进功能 就是让你不要想问题 你安静一点 我跟你说 我是对的 你不要想 你说是对的是吧 你就按我的座 这个用处很大 干啥 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政治动员工具 但他不负责给你解释的态度 来让你真正准确的认识社会世界 所以马克思的姿态说 我们是改造世界 不是认识世界 一旦要认识世界 我们就要玩书哉功夫 是吧 一玩书哉功夫 那我就不容易上当了 我改开完以来 1980年我就参加第一次我们党举办的民主选举 后来历次学潮都兴奉其胜 我正好八九年研究生毕业 是吧 有的腿都痛 是吧 当然我就是一个跟辟虫 是吧 所以没有受到什么清理 那时候毕竟二十多岁 又没有向北京这么多政治人物介入 除了游行热闹 觉得好玩 就没其他感觉 但是基本上可以看得到 那种动员是越简洁明了的主义话语 它越容易让人们全情且奋不顾身的投入 上述三百年以来 怎么怎么样 上述百年来 上述四十年来 什么叫做牺牲的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这叫无名烈士碑 各位 本来我起来革命就想干啥 明锤革清死了 是吧 免得白活了 你说我们这个人 尤其像我现在活到五十岁以上 五十二次天命 我才现在体会到 孔老夫子当年五十二次天命的时候 是一种多么苦的心境啊 知道活不长了 这天命 但是呢 又不能自保自欺 干啥 给自己打成心针 这是我们的孔老夫子 又可悲可爱 所以成了我们民主精神的塑造者 他非常清醒的 对吧 所以到了六十二岁 那就更悲哉了 你说啥我都没反应了 你知道七死从心而所欲而不欲举 那更完蛋了 就是你就是没有革命精神了 是吧 年轻人 所以我的学生跟我说 哎呀那是我不会犯什么错误的 我说那你白火了 年轻就是该犯错误 只要不进监狱 一切错误都是可以谅解的 你说我如果犯错误呢 你活着干啥呢 所以我原来在中山大学 教这个两课的时候 我就特别强调 写一篇青年学文章 题目叫拒绝成熟 我现在不是叫青年人成熟吗 这太过分了 青年人都成熟了 不跟我一样了 那这个世界还啥色彩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宣告新文化运动的杂志 要叫新青年各位 要叫新青年 而且两个青年在之前 就已经呼吁了 你今日自我向左日自我战斗 非主义话语才有文化活力 这是当年胡适先生在之念之的重大的问题 所以他强调满篇的主义满口的主义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你就会高谈阔论 一有问题来了 你就把自己了结了 这个状况就是我们儒家传统批评的东西 叫平时空谈心性 临危以死报国 我们今天向他们学习 这些人都是混蛋 平时跟你高谈阔论 临危你要干啥 鱼血奋战 你倒好 临危脖子一磨 我不管了 你什么东西 我们不能像临危以死报国的人在学习 你要一次是鱼血奋战致死 那是可敬的 你脖子一磨把自己搞掉了 你还成了民主英雄 空谈心性 不能这样空谈心性的 所以新文化的文化使命 是要再造中华文明的活力 你说这个东西重要不重要 当然重要 当然重要 对吧 所以新文化运动 我们今天不能单单的把它理解为一个啥 理解为一个白化文运动 今天有些号称诗人的人 或者散文写的好的人 把胡适当年的长诗记拿出来练一练 然后笑得简直快晕过去了的样子 说这些都叫诗吗 完全是口水话 我说你要在那个当初情形 你能写得出来 我就叫你也 干啥 我们对新文化没有一种敬重态度 充满着一种浮躁和轻飘 但是这帮人现在正在引领我们中国90后的文化趣味 一下把百余年新文化的运动 用四个字就打发了 这么轻飘的态度 而获得了我们90后的热烈响应 在座尤其90后的 我呼吁一下你 大家想想问题 那是一场误会 你把中国人蠢到家了 又会误会了一百年 今天你才来唤醒大家 你那副众人皆罪我独行的可恶香 就恨不得抽你两嘴 是吧 你哪有什么现代感啊 一副教主拍头 对不对 所以胡思当年强调了 这帮人之间是很可恶的 他啥问题不给你解释 就用了大话语 皱动的精神 激情澎湃的 这种场景和动员方式 来让你去莫名其妙的认同 对吧 所以胡思先生在强调这样的背景的时候 他同时有作品就要谈到 我们新文化确实是一种新思潮 但我们这种新思潮 并不准备排斥传统文化 尽管新思潮跟传统文化是不同的 但我们希望这两种思潮并存 刚才我们说不并存的是陈杜秀 对吧 尽管当然他有误会的说法 要全盘西化 后来也改成充分世界化 这也是比较过分的话 但是对今天来说这个是应该批评 我们也认为是该批评 不是我们无条件为胡思辩护 但胡思的主流不是这个 胡思强调我们充分世界化 首先是要建立一种什么呢 理性的态度 什么理性的态度 这就是康德说强调的启蒙精神 今天的新苏家和极右派都是以清算启蒙运动为自己发表意见的前提 好像启蒙运动罪过之大 把人类文明都毁掉了 不是启蒙运动没有现代文化 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启蒙没有中国的现代文化 要搞清楚 万民 中国的传统化就已经死了 晚清 中国的传统世界就已经崩溃了 开过一次儒家会这个天津人民出版社 就要我把我的写现代儒学的文章给他们 我最近正在编 我本来起这个名字叫儒家世界的崩溃与重建 哎呦 他是这个时代氛围离得太远了 恐怕不太好 我于是就起了个含混的叫儒学的裂变与重整 以至于不知道说啥 是吧 为什么叫儒家世界的崩溃各位 万民因为整个民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政权 朱远章高度不自信严厉的实行文字语 严厉的镇压党人对政治干预的热情 就是东宁党人啊 除了王雅民还有点思想创造 王雅民的后学都没有任何思想创造能力了 这充分证明当时儒家在自己的思想内部 在开发适应时代的新思想的可能性 荡然无存 最典型的就是作为王学左派的李治 虽然今天大众很同情他把他成为第一思想犯 啊 但是你看李治 那今天要遭到处罚嘛 是吧 他比欧伯被嫖娼了也蛮多了 修个尼姑安 和尚跟尼姑都进度 练欢喜佛 那比实用性解放多了 是吧 就是少林寺的主持啊 实用性啊 你看今天微博上又发了个照片 那些大锤美女 从少林寺昂扬走出来 哇 你妈 你来想的这是佛教嘛 佛门圣地嘛 你这人亵渎啊你 但是李治走得很远 修个和尚庙 让尼姑也住进去 哇 你妈 所以他七十岁 皇帝老都忍不住 准备把他招到北京来把他干掉 路上他又惊又下 一身病死了 这表明啥 中国人反抗无门 只好通过行为革命 行为艺术 来表明或者说来掩盖 自己思想上的无能 因为晚民就表明儒学走投无路了 你还去辩护你儒学不是西方打来你的自我革命 你的革命是干啥 那你比八十年代法国后学必住福科 那肯定还过分你的革命 李治还只是和尚和尼姑一起住 福科是第一个尝试同性恋而死掉的艾滋病患者 但是法国人热爱自己的伟大人物 到现在还把盖子给他无得比较紧 没有人指责福科搞同性恋得艾滋病死了 大家都宁愿研究他的思想 我们真是要向人家这样的民族学习 所以我也不愿意去嘲弄李治 只不过在这里讲得好笑一点 所以把李治拿来搞成笑谈 我本意并非如此 要更正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 实际上中国文明到了后来 它需要有外来的冲击 外来的冲击本来清朝的建立是个机会 但清它的记载主体满足 文化确实比汉足落后 这个不是一个等级描述 而是个事实描述 对吧 它又是游牧民族 没有稳定的统治 建立统治国家的思想体系 因而它一打入中国来 它的统治哲学是承接了什么呢 儒家统治思想 但是因为政治统治更为紧张 它是极少数人统治极大多数人 它一开除就有危机感 所以清的文字欲之强 是中国历朝历代最厉害的 而最关键的是清的文字欲 最后清本身以为那就是当然 所以到了晚清的时候 尽管我们的农业铲除的GDP占 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 但是在精神文化 制度文化上的极端落后 一个小小的因果建队 就把我们中国的天朝秩序给摧毁了 各位今天要反省这个 你不要一天到晚异正词眼的去骂侵略者 该不该骂 该骂 是吧 侵略者当该骂 但侵略者怎么打败你的中国 中国为什么你不沉通的思考一下呢 他又不是千军万马拥来了 这个小小的部队 你就割地求和 中国人从来不自我反省 都伪过于人 像今天一样自己办的屁事不行 你看所有主流媒体 马上就说主要是外来势力 外来势力 你做的好吗你 你就做好外来势力肯定进不来嘛 你做的不好 我们有句俗话就说很对嘛 这也是文化上的说法嘛 苍蝇不定无缝离蛋 你看蛋有缝 外来势力才进得来嘛 所以才从晚清以来到现在 我们立了三个政治体 我们都还没有梳理自我反省的意思 跟晚民一样 证明我们的思想活力之匮乏 自我反省能力程度之低 整个民族智商受到的负面影响之大 所以胡适先生提到的第二个新思潮最重要的特点非常关键 它是要秉进的 最关键的是要干啥 是一种建立新文化的评判的态度 说了解就叫自我反省的理性能力 自我反省的理性能力 对吧 这种评判的态度 当然它引进的是像理睬那样颠覆性的想法 他在对评判的态度具体的分析的时候 就是一句话叫重估一切价值 但尼采重估一切价值是把西方传统给抛弃了 今天尽管有研究尼采的吸血专家也告诉我们 尼采是深受西方古典传统影响的 但尼采叫出来的口号却是上帝死了 进一步福科叫出来的口号更吓人 人死了 神和人都死了我们是啥 所以我们就是不讲规矩的动物 我这个并不是攻击同性恋 早期同性恋因为承受的社会压力太大 所以一定有挣脱罗网的那种愤开的冲动 不讲任何规则 那现代同性恋的理论自变 那在理论上已经有一套了是吧 更精细了是吧 同同性恋这个我是持开明态度的 你愿意干嘛干嘛 只要你不去犯罚 对不对 你社会不能指责人家自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不要因为我自己是个不可救药的异性恋 我就把同性恋当做我的敌人 尤其女同性恋 你不浪费资源嘛 这是个开玩笑的说法 我绝对尊重同性恋的权利 对吧 所以这一点上我们应该看出来 这种评判的态度虽然叫重固一些价值 但在胡思念里它没有走到那么远 它重固一些价值 实际上针对传统 它体现为四个字 叫整理国故 要进入传统的脉络 要理清传统的主流思想 要建立传统思想之间 先后主持因果关系 你看这种他多尊重传统 对吧 因为我们的传统就是个注视嘛 注视这个知识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是吧 我们确实没有像西方那样一个知识学脉络嘛 对不对 我们要努力去建构它嘛 这就改善我们中国人知识状况的一个努力嘛 而科学要做的就是个事情 知道今天我们中国人普遍迷信而不相信科学 官员们都去朝拜神棍神仙 群众们都是哪里有赌博的机会 马上群群汹涌 你看原来就群群汹草草房 现在政府怕草房炒的房市崩溃 所以就仁为抬高这个股市 你看中国人又去炒股了 一个人可以开20个账户 大家在癫狂了 不说买的对不对 关键是买的及时不及时 这就是股民现在的口号 你哪能是用投资这样的状况 一种评判的态度说到底就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而理性的态度就是肯定自我判断的能力 和自我判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因此它的重固一些价值不是充毁罗网性的 而是对传统我们要理性整理它的脉络 而对现代我们要树立起科学的理性精神 来建立科学解释世界的新的中国传统 所以现在有科学社的朋友像任宏俊一批人 丁文江一批人 都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者 跟他关系是很好的 而这个是就产生了早期儒家跟科学派的辩论 叫科玄之战 张军脉就是一个重要人物 是玄学鬼 就哲学解决人生 科学解决认知是吧 科学不能解决人生问题 但我们今天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就认识清楚了 科学就是能解决人生问题 解决人生的认知问题 而不解决人生的选择问题 对吧 人生的选择问题是因为你在不同的情境中去具体的抉择 没有哪种理论能替我们解决万千众生 他的人生选择 没有这种理论 因此科学在科学能够解释的范围内 他必须要树立他万能的观点 可惜的是今天这个观点都没有建立起来 是中国人非常怀疑科学的效用的 我们这个民族也有技术的天才 所以就像王石上一周在中国创新论坛上讲的一样 中国人有天生的模仿能力 他的万科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房企 首先就模仿香港 然后模仿美国的中小房企 然后模仿美国大的房企 美国最大的房企 只在他的五十个州的其中二十个州有房地产 模仿到这里的时候王石就说完了 为啥 你才在中国三十个省市市区都有了房 没模仿的了 一下万科就慌了 我们咋整呢 但是我们就没有基础研究 比如我们的组织结构 我们有创新吗 没有 比如我们组织之间的配合 各个环节之间的管理 为什么总是有缝隙 而不是无缝隙管理 那就是因为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了 中国人有技术天才 你到我们的历史博物馆去看一看 那我们巧多天空的绝活多得不得了 但是没有一个基本原理的说明 今天中国人都还挣快钱的 你西方的你去发明 你去研究 你去实验 你去中视 你去生产 晚上说来我买 你看我们的领导一到美国一晃 400架波音就来了 我买 这个可不是我们现在的想法 是吧 一见过刘少奇就这个说法 造船不如买船 买船不如租船 你又是新加坡啊 才600万人 买一条船就够了 你这么大个国家 众生腹地这么大 没有世界上哪一个国家 能够兜住中国的 因此绝对没有哪一个国家 想颠覆中国 我们的很多颠覆中国的想法 是极其变态的 其他国家跟我们竞争最多 也就想干啥呢 你中国不要太富 因为大家知道 美国就三亿人 富裕到这个程度 占有世界资源的25% 我们13亿8千万 再加上人口统计不太精确 假设更多一点点 我们的推论 不是真实的 我们有15亿 那就美国的5倍人口 全世界的志愿给你中国 他还不够 所以他却是畏惧你发达 他绝不期望你颠覆 想颠覆你改革开放的时候 美国这些国家不会响应的 包括日本也不会响应的 他就期望你中等发达 就拉倒了 就这样 不要给我竞争 我们国家现在怕的就是颠覆我们 也颠覆我们国家 我的13亿8千万 即使只跑个尾速出去 周边国家都完蛋了 所以哪个国家愿意 各位对不对 我们在讲的是个政治常识 但是一再往上 你看我们的左派人物 所谓爱国奋金 我有那种危机意识强盗 要每个国家都跑到中国来颠覆来了 每个国家的人都吃出了药 像我们自己 这就是没有啥 没有现代科学精神 你稍微分析一下 你就知道 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当中 那种科学精神 社会科学精神 他就知道 他想跟你定位是这样 但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突破了 他原来的那个定位了 要进入发达国家了 所以大家都想来balance中国 但是我说你就是 要恶制中国 我们就用了一个非常恶劣的汉字 是吧 不是 尤其刚刚使掉李光耀 用的准确的话 就是balance 平衡中国 因为你国家太大 地域太广暴 你发展欲望又太强烈 你民主精神又太昂扬 对吧 在这一点上 儒家确实有很伟大的贡献 对不对 我们民主打不倒 对吧 这一点一个古老民主人新生 这是我们传统化确实有功道 我们必须高度肯定 对不对 但是呢 因为你想领导世界 我都怕呀 尤其你发达的 你一定还在说我打过你 你身怀身仇大恨 那人家想 妈呀 我爷爷打过你 你肯定要打回我 所以下了个屁滚料流 对吧 所以这个是科学态度 你应该理性 平静 你是辩证法师正当国家意识形态 你就要辩证 所以我们要什么样的文明 不是说只要白话 反对文言 不是说只要现代 丢弃传统 不是 对吧 我们的新世草 以平安态度 以重固一些价值 来世的传统和现代相得益章 因为它是一种 我们高权玺教授所讲到的 古典的现代性 其实这个我早就讲了 但是因为现在它在报纸上讲 我们是尊重朋友的产识权 所以我是高权玺教授 讲的古典的现代性 对吧 所以从这一点 第一点我们就强调了 我们从事胡适 要把准 胡适为我们文明发展的把脉 是准确的 那么第二 我们从事胡适的主题是什么呢 究竟什么叫做自由 究竟什么叫做自由 千古以来 中国人一谈自由就高度紧张 直到今天我们说自由是啥 你看我们的军报 已经连续发了好几篇文章 批判军队中的自由主义 我也看说这个跟自由主义毫无关系 但它就是自由主义 为啥 母无纪律 自由善慢 跟组织讨价还价 生活小时候欲望膨胀 拳权勾结 这都是自由主义 哎呦 这简直是没有政治学常识 说自由主义不讲纪律 那简直是笑人 但是自由主义强调的自由是啥 法治之下的自由 那是无比讲究纪律的 无比讲究规则的 无比重视秩序的 你怎么说自由善慢呢 你自由善慢 自由做派 自由风气 对不对 你不是说自由主义 胡适先生一辈子主张自由主义 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奠基者 但客观讲 胡适先生对自由的阐释不多 只不到了1947年18年国共两党党争达到顶峰的时候 因为确实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政治动员方面的那种煽动性 那种动员能量远非其他理论流派和政体所可以媲美 他绝对独占凹头 所以胡适在1948年开始大讲特讲主义 这里我们知道胡适也有点矛盾了 对吧 我说文明的问题首先强的啥 别讲主义研究问题 所以胡适在中国的现实面前被迫拿起了主义的武器 自己把自己的人打得发青 为什么 因为到了48年的时候 中国的选择已经变成了一个 必须要某种主义一揽子的来解决问题的一个状态 一个死结 谁也解不开 如果你没有一套对应性的主义 就跟马克思主义对话来进行竞争 你基本上是一败涂地 大家知道蒋介石也有一套现代儒家主义 代季陶替他写的中国之命运强调的核心 既不要马克思主义 也不要自由主义 要什么 儒家的礼仪廉恥 但讲这一套礼仪廉恥你能对付啥呢 是吧 你在革命的两军对垒的时候 你讲礼仪廉恥人家大军亚警 你还礼仪廉恥 你简直笑是个人了 所以蒋介石实际上是个政治上的笨蛋 所以二讲的港粉呢 我觉得也是幼稚的要命 所以这一点上很多人说我 哎呀太贴共产党的金了 又不做清粉又不做果粉 是吧 我是这个有历史的态度 你就知道 他是个竞争的失败者 失败本身不是决定性一切的问题 但是他说明一部分问题 就为什么会失败吗 起码你的主义话语 你就是非常软弱的 对吧 所以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特别强调 胡适在谈论 这样一种自由的态度的时候 他主要强调 自由首先是要干啥呢 是要容忍别人 有信仰的自由 有言论的自由 所以他坚决反对 像那些学生去游行示威 去烧别人的报馆 是吧 他言论是有错 但不至于罪 我们中国人今天连这一点还没有区分清楚 这个自由 就是我们说的 我绝对不同意你的观点 但我事实捍卫你的权力 今天在我们庞大的中华民族 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 那有儒家人意传统的伟大民族面前 这个常识理性都没梳理起来 这个多遗憾呢 是吧 所以真是因为这一点 胡适先生说 自由是很重要 他表现为信仰自由 表现为原理自由 表现为结识自由 表现为思维游行自由 表现为政治选择自由 但我们要有这种自由 前提是我们要彼此容忍 容忍甚于自由 也就是他最自由的 中国特色的阐述 当我们民族的每个成员 总认为自己掌握的绝对真理和终极真理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容忍一个 在我看来低级趣味的东西呢 因此我们民族的成员之间相互的敌我对垒 才变得如此的剑拔鲁张和不可协调 那么第三个呢 胡适阐述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 胡适强调的核心 我们需要的社会是需要有个性的社会 而不是整齐一律的社会 这就是新青年当年发表的《易仆生号》 他写的前沿《易仆生主义》里头谈到的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 《易仆生》西居六种 我们国内都翻译出来了 是吧 要讲究个性 不要欺诈 哪怕是在家庭 今儿在社会 我们都要容忍 提倡 推动个性文化的形成 一个社会尊重个性 这个社会才是个有机社会 而不是一个散沙般的社会 一个社会不尊重个性 它这个社会是无机团结的社会 是一个政治压扁了的社会 因而是一个很容易分裂的社会 它是一个散沙聚集的社会 也就会散沙聚孝而来 聚孝而去 像昨天晚上 说今天早上去 这个啥到哪去 今天一级优 你就能充分理解胡适先生的这个说法 对吧 我们就没有时间去阐释他了 胡适先生通行棘手的是 中国传统化太过强调一致 社会的高度一致性摧毁了人们对个性的尊重 摧毁了人们对个性文化的追求 摧毁了人们对个性的一种仰慕之心 这个按照后来孙农基 在美国的华语学的说法 中国奉行产品主义 你有个性我都要搞死你 是吧 那么第四个我们要从事胡适的是什么呢 就是从事胡适我们要什么样的国家 说我们胡适 是吧 三个重要的经历 对他选择什么样的国家有深刻的影响 是吧 第一个经历当然是 从安徽乡下 是吧 极其乡下到了大上海 所以胡适那个时候震撼了 震撼到什么地步呢 逛窑子 胡适一生的污点其实很多的 你别看那个江东秀美丽婚 但是婚外情有好多段 是吧 婚外情从中国玩到了美国 你看他现在跟伟廉诗那些抒情的 那不得了啊 红颜知己 但后来又不敢革命哈 居然又把江东秀还介绍个伟廉诗 两个才成了朋友 哎呀 简直令很多有众多情妇的贪官羡慕啊 就胡适这个能力太强了 对吧 他有他的弊端 但是他在上海更重要的东西不是这些生活上的花边新闻 绯闻事件 而是他开始结束到现代文化 现代教育 现代城市所携带着的现代国家信息 后来考根子培馆到美国留学 这是他第一次出国 任大使是第二次出国 就是长时期的 是吧 有人统计他加起来在国外好像住了27年半 是吧 这个时间是非常漫长的 所以基本上是半个中国人在这个意义上说 半个美国人 这使他对现代国家的认识啊 毫无疑问的 是美国样摆 当然我们说这也有局限 为什么有局限呢 原因在于是即使他非常想模仿美国 我即使非常想羡慕美国的政体 我们得承认 我们中国成为美国的可能性是零 所以我在国内 我既反对那些崇拜德法的人想学德法 我说我们学不想德法 更反对那些崇拜英美的人说 我们要走英美道路 我说都不可能 因为英美道路太奢侈了 英美道路说到底是个英国道路 英国道路说 也就是今天我们纪念大县长八百年 今年中国遇到了大年头纪念很多 一二一五年英国贵族跟约翰安王达成大县长 离近八百年英国人才成为世界宪政民主的典范 而其实到一六八八年确定他的宪政分权政体 美国也经过了四百七十年 而我们哪怕从晚明算起现在三百年 从一八四年算起一百七十年 尤其是从一九七八年算起我们真正不如现代化 四十年不到 我们的步伐太快了 我们中华民族足以自豪 在这一点上 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传统化才自豪 首先是因为也就像胡思仙说的 不是因为儒家给我们带来了 今天中国的这些人意道德理念 而是中国社会需要人意道德理念 所以儒家才得到了张扬 就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对吧 不是因为我们有了现代思想 我们才有了这样一个GDP的重要增长 是因为GDP我们创造性的增长 因而我们感叹我们民族的现代活力 两者不能搞颠倒 是吧 那么胡思在国看到的时候他想学美国 他学不像 所以他在美国的关系非常好 包括罗斯福总统 当时的财政部长 那是成了铁哥们 现在中国的大使很少有这种能力了 很少有这种能力了 你看我们大使一发言 那都是写批判文章的 是吧 恨不得跟本国人搞的是世仇一样的 你说派你这个大使去干啥呢 派你大使你是友好使者嘛 你是沟通两国嘛 不是哦 你看 是吧 尤其前段香港一出了问题 你看我们的大使在英国的大小报纸上登文章 那把西方人骂了个狗穴碰头 没有能力的表现 没有能力的表现 你有能力就像胡思长袖善舞 也就像当年周恩来长袖善舞 是吧 把美国考察团到延安窑洞里弄得神魂颠倒 一回到两院作证了 把国民党骂得狗穴临头 说希望就在共产党身上 所以蒋介石失败的够呛 那么他两次回国又选择 第一面对国民党的政党国家 第二面对1949年 是不是要留在一个新的即将诞生的政党国家之内 这三重经历非常重要 大上海美国来回 两次政党国家的经历 胡思最后的决断很简单 他无法再生活在政党国家 在国民党时期 大家知道 对理解胡思耀一个什么 现在国家最重要的 我们不讲他的理念的话 最重要的 我们讲他跟蒋介石的关系就可以知道 跟蒋介石他叫一时一有 蒋介石也非常重视他 但是在蒋介石日记里头 他的身份变了 他叫一敌一有 蒋介石表面上的胡思客气都不得了 在日记里骂了他狗血临头 但是蒋介石还保持着克制的风度 没有公开收拾胡思 无论是在新月杂志阶段 还是到台湾自由中国杂志阶段 两个阶段蒋介石都非常愤慨 但是都保持了克制的态度 你到网上去搜索胡思跟蒋介石的合影 那简直是现在羡慕的我 这个做大学教授的都口水长流 是吧 你看我们前北大的校长 跟他们的总理校友一见面 那网络照片里讲惨不忍睹 是吧 明明他也不比我们总理矮多少 基本上这样 惨妹啊 最近李总理又跟他们的校友 中央文史馆馆长 中文系著名教授 又谈怎么样总结文史 你看我们的中文系的大教授 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天安一个李总理说的对 第一个李总理说的对 我说你不要说的对行不行 你说你对的行不行 所以这一点上 他是把一个宪政民主国家 当作自己身体力行的国家选择 所以胡思坚决不愿意阻挡 是吧 后来雷震出来在台湾向主反对党 怎么样拿胡思 就只做个党主席屁事不干 胡思都还是不干 所以很多人说晚年暮气沉沉 不敢反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其实就看不到胡思终生对政党国家的一种敌视态度 他是要的是宪政民主国家 要的是分权制衡 不是要的一个通辞的政党来控制国家的命运 按我的说法就是两个捕获 政党捕获了国家 国家捕获了社会 他是不愿意的 所以做了这样的选择之后 这从事胡思的四大问题 现在国家说到底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习大大也讲了 依法治国 对吧 权力制衡还是第二位的 首先依法治国 你党要法治下 你中欧让习大大讲八个字 一线执政 一线行政 一线执政一线行政 对吧 或者一线治国一线行政 对不对 但是八个字出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编习大大最初的讲话的时候 这个汇编了 编辑部门把习大大讲到的话 这八个字给他删掉 你就知道习大大讲话也不是说 就那么顺畅的 是吧 你就可以看到抵抗 这个一线执政一线行政 有多么强大的能量 所以胡思这四个主题 迄今 可以说都还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重大主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事胡思 就要激活胡思的思想活力 切尽我们的当下来慎重的选择 我们中国的未来 那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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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